践踏如舟人 世世代代 永遠要塞車 一直喊要通過以後 你才說 你不知道 這是專業的黃國昌嗎 叫你出來打球 你也不敢出來打球 叫你來辯論一下嘛 那沒關係 你這麼的遵從侯友宜 高度的肯定侯友宜的治理 那請問 侯友宜這樣子的圖利財團 你敢不敢出來講兩句啊 我現在要說 那你也可以來辯論一下啊 我不知道民進黨的林舒芬委員 還有什麼臉面 敢指著我黃國昌的鼻子說 我跟財團靠攏 我再問一次 我跟哪個財團靠攏 說清楚講明白 財團多大的一把力啊 你現在才說 我又不知道 你裝無辜 踐踏如舟人 世世代代 永遠要塞車 一直喊要通過以後 你才說 你不知道 這是專業的黃國昌嗎 這是專業的黃國昌嗎 叫你出來打球 你也不敢出來打球 叫你來辯論一下嘛 那沒關係 你來 你這麼的遵從侯友宜 高度的肯定侯友宜的治理 那請問 侯友宜這樣子的圖利財團 你敢不敢出來講兩句啊 我現在要說 那你也可以來辯論一下 你要選市長嘛 你來評論一下 侯友宜這個選址 還有這個程序 有沒有 有沒有圖利到三重的立百代集團 和華電財團 有沒有 所以啦 我今天又說回來 拍攝時他看到黑影就開槍 今天有一隻鬼在這裡呢 這麼具體的油鬼 看到黑影就開槍了 油鬼不用出來抓嗎 查幣的委員 黃國昌 剛好是相反的 黃國昌委員可能對新北市的市政 然後對盧南盧北案 跟三重國泰市長 遷移的這幾個案子 可能不是那麼的了解跟清楚 另外對於最新的一個進展 還有這個進度 他可能也不是那麼有所掌握 那所以才會引起林淑芬委員 還有在地的議員 那麼大的一個反彈 不過我想中央跟地方 其實都是站在同一條針線上 只要是對地方發展有利的 我想我們都會全力的來協助跟支持 那在地的立委林淑芬委員 說實在他是一個非常認真問政 而且對於相關的一個市政議題 都非常深入的委員 那針對盧南盧北案 其實他在去年的時候 就曾經來拜訪過我 就他關心的幾個部分 來提出他的一個意見跟建議 也提醒中央 要特別的來這個注意 跟來給予討論 特別其實就是在盧南盧北案 涉及這個新北市的果菜市場 要遷移過來 其實當初在盧南盧北的 這個都市計畫的一個程序裡面 都市計畫的程序裡面 它要進行公開的展覽 不過在當初公展的時候 這個那一塊的用地呢 是化為公園跟綠地 那後來新北市政府 在進行都市計畫的一個審議 的時候 才提出來要把這個 三重的果菜市場 遷移到這塊基地來 那我們重要是建議 這個新北市府 應該要進行 補辦公展的這樣的程序 不過新北市府沒有補辦公展 就把案子送到內政部來 那所以在審議的一個過程裡面 盧州地方都還有許多的一個 陳情的一個意見 當然這樣也會影響到整個審查的一個進度 所以我想這個是針對 剛剛特別提到的程序的部分 它應該要補辦公展 然後讓地方了解說 這個國泰市長 遷移過來之後 相關的交通的一個配套 以及它政策的一個評估 到底是怎麼樣 那當然也收集地方的一個意見 充分的一個說明跟溝通 我想這個對相關的一個案件的一個審議 會有所這個注意 在日前我跟侯市長 針對這些相關課題 已經做了討論 那內政部也組成專案的小組 希望就這些地方民意代表 或者包括地方民眾 大家關心的課題 能夠來請新北市政府 來充分的一個釐清說明 來進一步的一個討論 凝聚共識 那內政部這邊 我們在這個基礎上面 會來加速審議的一個動作 希望能夠促成多營 然後也是地方大家有所共識 多營的一個方案 我覺得林又昌部長 要先說明白的事情 是說 為什麼那麼多 跟新北市發展建設 攸關的都市計畫 相關的變更的審議 在內政部卡關那麼久 不是只有如南如北而已 在三重那一邊的迎新未來城 發生了相同的狀況 民主進步黨的內政部 為什麼 在面對自家的財團 相關利益的審議的時候 有關於計畫的變更可以審議火速 我不知道民進黨的林淑芬委員 還有什麼臉面 敢指著我黃國昌的鼻子說 我跟財團靠攏 我再問一次 我跟哪個財團靠攏 說清楚講明白 我黃國昌跟你們民進黨的人不一樣 真的像財團靠攏的 是你們民進黨政府 其實喔 就這麼沒有格調的說法 我事實上啊 昨天已經回應過 我再說一次 攸關於新北市市政的建設 新北市民權益的維護 大家要不分黨派 共同推動 今天 我為侯友宜市長 為新北市的市民 發出不平之名 就要被民進黨 用這種貼標籤的方式 來發動政治攻擊 我要請問民主進步黨 你們心中除了選舉的利益 除了政黨的鬥爭 你們心中 有沒有把新北市民的權益 放在心裡面 其實我沒有辦法理解 這個問題的邏輯 我剛剛已經回答過了 為了所有的新北市民 為了所有的新北市政 大家不分黨派 共同的為新北市民 新北市政推動 這不是大家 共同期待的事情嗎 怎麼我站出來 為新北市府 被民進黨中央卡 卡了這麼久 出來抱不平 然後民進黨 不針對這件事情 好好的解釋 好好的說明 告訴全體國人 為什麼牽涉到 有關於綠營財團的部分 都市計劃變更就省得這麼快 牽涉到新北市民 牽涉到新北市政的推動 都市計劃就可以在內政部卡關卡這麼久 這才是問題的核心吧